食徑探忧 這是在課堂上示範教學的山水小品 那這一幅畫的大小呢 就是所謂的宣指全開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六開大小 首先呢,畫一幅山水石 一定要先胸有秋厚 的意思就是說先胸有山水 那心中有這個山水之後呢 我們才知道要如何去布局 然後如何去表現你想表達的山水的這個 這個意境跟它的美感 我們常常去遊山玩水 去爬山 去登這個像中國大陸的這個 著名的像黃山、畫山等等 那去爬這些山、去欣賞這些山 那無非是要感受它的山川之美 還有山的雄壯壯麗 然後開闊我們的心胸 然後讓我們感受到這種心靈的一種陶爺 我曾經在早年的時候去爬黃山 有一次的寫生徹葉上提上 建山洗心 洗就是清潔的那個洗、洗字 那建了黃山 那建了黃山 就把自己的心也洗過了 就重新體驗了山的這個精神跟美感 還有感受到山的這種情境、意境 這個示範作品畫幅雖小 但還是盡力去營造這個山川之美 近景的地方畫的是這個山峰、峭壁、岩壁 表現出這個山的雄伟與俊秀 左邊畫的比較淡一點 但是呢,其間有一條這個山間的這個登山步道 然後直接一直滿延到這個遠風上的一個觀景台 那從這個觀景台可以欣賞到周遭的山林之美 還有這個感受到雲霧的變化 群山的秀麗 還有這個原始峭壁的雄伟等等 由於生仙子這個比較容易暈開 比較不好控制 所以在用筆上呢 這個一定要乾脆利落 因為你停頓太久它就會暈開來 在這個用筆上呢 在這個用筆上呢 我們很講究這個 要連成一氣 要這個一氣合成 就像寫書法一樣 講究行器 那行器呢 在行書草制裡面 它佔得非常重要的一種表現的一種形式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沾了墨以後 剛下去會比較濕 再來慢慢變乾 然後這個線條的粗細的變化 這個要連貫 而且要有變化 不能線條都是一樣粗細 還有濃淡乾絲 這些都是要協調 而且成漸進的變化 所以我們在春叉的時候 這也是一樣 跟寫行書草制一樣 這個線條上也是要有行器 一邊春一邊叉 因為廢話上的表達 它更複雜一點 它還有各種不同的用筆的技巧 跟表達的方式 更複雜 然後這個線條有中鋒 有側鋒 有乾筆 有絲筆 有融 有淡 有粗 有細 這些 然後有快有慢 這些在宣指上表現出來 然後就呈現不同的這種感覺 那這種感覺 無形中 就把這個原本 這個死板板的石頭 讓它靈活起來 讓它會說話 意思就是說 讓它能夠訴說出這個 不只是石頭的這種 簡單的這種形式 還有這個表現出整個山史的這種 給人家的一種精神 有村 有差 線條 有粗 有細 那這個 這個原始呢 它就呈現 不一樣的這種質感 跟風貌 現在再來就順便點上胎點 那原始上 加一些胎點 就可以增加它的變化 還有破掉比較平滑的外 外型 那山史圓縫之間 那有時候會長有胎草之類的 這些都是自然界 自然的這個現象 藝術之美就是因為 它有這個 畫家所要表達的這種意念 還有它創造的不同的美感出來 它將心中的感受 不同於別人的一種感受 呈現具有個性的這個表現之美 所以這個國畫的筆墨線條 在這個畫面上的表現 它必須具多面性的 而且 要有不同的 這個處理的這個變化 這個跟一幅這個山水 一幅作品 就像一首這個音樂一樣 那在畫裡面就帶有這個 在筆墨上就帶有這個律動感 在布局上 在安排上 就具有律動感 所謂的律動感就是 畫面上呢 這個有剛硬 有螺合 有龍 有蛋 那原始有這個高低 啊等等 這些就像 一首這個歌曲一樣 它這個一定有輕重快慢 然後才能夠形成一首這個 好聽的這個歌曲 屁股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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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視頻的解說都是重新再 再重新再解說 所以要花 當然要花一些時間來解說 因為課堂上 畢竟比較吵雜一點 然後跟廢話無關的這個雜音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有時間就配音解說 那沒時間就是配個月 或者都不配音 盡情這個觀賞者必須理解 因為製作一個視頻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謂的麻雀衰小五臟俱全 雖然是小品山水 那我們也是要營造它具有內容 那整個構圖的布局就是 盡情都是這個山峰 岩石峭壁 就直接凸顯這個山川的 這個山石的這個壯麗 讓這個畫面就是具有這個張力 然後再對比出這個遠處的這個山徑 還有觀景台 拉出遠近的空間感 那畫面呢 像傳統國畫都必須要留白 因為不留白也不行 因為在處理上 它比較沒有這種空間的 遠近層次空間的變化 那我們現代國畫要基於 要表達的 也要考慮到它的層次 還有遠近空間的處理 所以留白並不是絕對的 它的意思就是 也是像西畫一樣 你看一幅油畫都畫得滿滿的 一幅西畫都畫得滿滿的 但是你說它會很悶嗎 不會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有層次 有空間感 遠近的空間感 所謂的空間感 並不是只有留白才能夠呈現 現在加的這個是山木 那山木都是直幹 那加速的時候 不只只有在這個山 山領上 上頭的地方加 那有時候 那有時候近頂的 那個遠縫之間 近的地方也要加 這樣的話 才會合乎情理 不然山都是種在零線上 這個是很不真實的 當然零線上 更可以凸顯出 這個樹木的形狀 動作 2 5 6 6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方也在加一些山木 那加上山木就是让这个画面协调 那事实上大自然的这个也是一样 这附近有山木有松树都会群聚 因为它的种子飘散也会都在附近还联 所以经常看到这个树林都是一大片的 或者是穿插的 但是一定不是只有剩下一颗或几颗 都是这个既有分布性 那俺们在联系的时候 这种树林是在那里的这种树林汇 我们这些这个春叉的线条 就可以表现出这个山 它的岩壁峭壁的这个纹理跟基礼 因为山上的这个岩石峭壁呢 洪垂日晒雨淋 还有这个下雪 这个有些被冰写立决 就成为这个不规则的形状 还有这个粗糙的外表 现在加的是远处的这个岩坡山坡 还有准备做出一条步道出来 那现在画的末就比较淡一点 那可以静静的这个山峰的末色 做个七格 然后才能够分出前后的层次 这个画在纸上呢 湿的时候都会比较浓一点 那必须要自己要很了解说 湿的是怎么样子 干的会变怎么样 变成多深多浓 这些都是要自己去经验 去体验 然后去理解 因为每一张每一种纸都不大一样 它这个牵涉到这个就叫醒末跟醒色的问题 加一个醒就是提醒的醒 意思就是说 干的湿的差距不大的 就称为比较醒末或醒色 原始要春擦出它的肌力 然后整个的笔法就是都要协调 同样一幅画里面 它的笔法一定要 要协调 也就是说笔末要协调 要协调 就唯一起来 这里的笔法 詞曲 李宗盛 就是要畫一個觀景台 再來就是要處理出這個 曲折而上的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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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步道的安排就是不要直通通的一直上去 一定要要有曲折 然後要有遮眼 你看我們這個步道就是這個旁邊 最左邊的山峰就遮掉一部分 好 讓它這個肉眼肉現 然後在右邊的地方的山峰又遮掉一些 好 就是讓人家感覺隱隱約約 好 不要平鋪直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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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在畫台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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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画这个上面的栏杆 接着我们加这个观景台上的人物 那很远当然人物也是很小 而且不要太浓要淡 那小跟淡都可以把它推远 我们画画常常有一个迷思 总认为主题的地方就是要画得很黑 那这个并不全然 主题的地方假如说能够画得又黑 对比又强烈又比较浓的地方 当然这样的来表现的话 是最单纯最简单 但是比较不好表达的就是这种 比较具有这个引导式的主题 或者衬托式的主题 那这个主题不一定就是最前面最浓的地方 而是你的视线会把你聚焦的地方 就是主题 现在再加了一些山木 后面的山木就画得淡一点 然后前面的山木比较浓 那山木之间那山木里就有浓淡的层次 那这样子看起来就会很浓密的感觉 那这个左下方这边我们也是加一些山木 那这样可以上下呼应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说 右上方的山木太重了 那协调的话就让画面整体要平衡 变得平衡 然后呼应 然后再加上山木太重了 這個地方我們留了一個登山步道,短短的一小街 就要帶引到上面的觀景台 這個雖然是小品,但是麻雀雖小也要武藏技全 那這個近景、中景、遠景都要處理出來 現在是細部的修飾 畫面是不斷地修飾到完成 可以說整個的過程就是一邊畫一邊修飾 現在再來就是加松樹 可以其他地方都乾了 所以現在加的松樹你會覺得比較深 那事實上乾了以後會跟那些山木差距就不大了 尖 Sir 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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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木林穿插的幾棵松樹造型上就更有變化 三木林穿插的幾棵松樹造型 這個是進井的松樹 所以墨碎根的比較濃一點 一段落會不會有變化 一段落會不會很謂 三木林穿插的頭 三木林穿插的頭 一段落會不會 become 身上的松树 要記得大部分都是水瓶粗枝 就是要有飄枝的形狀 或者是下垂的枝 左下方的山峰旁邊的松树 就畫得再大一點 現在畫的這些樹呢 在畫面裡面的墨色的分量 在我們視覺上看起來就會比較重一點 那這些比較濃的樹的這個 就是在墨色比較多的樹 在安排上 你看這個都是要呼應協調 這個近景的地方我們再補上松树 這個松树就畫得比較大顆了 那主要畫了之後就跟上方的這個松树 比較呼應一點 然後這樣讓這個下方的墨色感覺上重一點 那可以更讓畫面更平穩 更有穩重感 那更可以呈現出這個山的這個雄尾 這個地方我們再繼續加一顆 因為這個突出來的岩壁比較白一點 那再加穿插這一顆的話 就讓這個突出來的這個岩石的這個位置呢 增加了它的變化 也就是破掉比較亮的這個地方 再增加下方的重量 分量 那畫面就會更穩重 這一集我們就是筆墨完成 那請繼續收看下一集 就是染墨跟染色完成